闽江之冰 百岁之乡 在中国的西南部呢 有一座小城叫彭山 在这里呢 虽然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它依然是充满着朝气和生机的地方 那每一天的清晨呢 彭山人都会伴随着低缕阳光 用刚柔并进 和朝气蓬勃的彭祖太极 开启他们全新的一篇 就像他们一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体会它的美和它的魅力咯 俗话说 一方水土有一方茶水 江南多烟雨 处处翠绿灵秀 茶也就多了几分 清新雅致 而彭山却不然 它的气质浓郁 带有嘈杂的烟火气 每天清晨六七点钟 灶台上的水壶才刚刚冒出水气 彭山的老街上 便响起了茶客们 熟悉的脚步声 点上一杯茶 熏上一支烟 舒舒服服地 躺在竹椅上 老伙计们在这儿聊天解闷 续焦气 扮演什么 按ifer的afруж湿 思禁都在下 谁会助你 摇纣官 麾 神 四十字既心间 公主贵大中贵宫 任命幸福修全成 除了喝茶 在茶馆里看竹琴表演 也是彭山人清晨必备的选项 竹琴最早称为道琴 起源于商朝 据说它还与彭祖和张国老的 一段传说有关 现在以彭山谢家竹琴最具代表 在彭山的老茶馆里 四五个人围坐在一起 伴着竹琴独有的敲击节奏 哼唱着一一压压的川式小调 周围的人奉着茶碗摇头晃脑 时间仿佛都停住了 彭山作为咱们中国的长寿之乡 无论是早上太极的一朝一室 还是我们耳边听到的川式小调的一唱一和 他们共同诠释着彭山这个地方 骨子里的气质 休闲 那休闲呢 也不仅仅是体现在彭山人的这个生活状态上面 更重要的呢 也是有到它的文化历史的 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川式小调呢 它是有着百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叫做谢家竹琴 我身边的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张老师 张老师你好 你好 那我想问一问 我们谢家竹琴跟其他的音乐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是用我们自己谢家的方言 唱出随心所有的歌词 这个就用来打排阶节奏的 竹琴来讲的话 是谢家的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文化了 那也融入到了谢家人的整个的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现在呢 就来听一听谢家竹琴是怎么演奏出来的 麻烦我们的老师帮我们演奏一下 一根竹筒 两块竹片 谢家竹琴的表演道具非常简单 不过表演者却需要一心三用才能演好 今年76岁的张国泉 是第四代谢家竹琴的传承人 只要他一有空闲 便会拿出竹琴自弹自唱 街坊邻居们早已习惯了他的琴声与唱腔 说谷唱经 日月轮回 世事沧桑 山川风雾 都在一阳顿挫 娓娓动听的嗓音中 喝茶听琴 如在品味人生 在小小的老茶馆里 低音浅唱的曲调中 都容纳了这些老人们几十年人生的故事 而在彭山还有一种声音 却是淘气冲天 我身后的这个码头叫索江渡 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它一直静静地存在于这里 见证着彭山的风云变化 江两岸的人们 他们熟悉的声音除了有到 这滔滔不绝的江水声以外 还有一种声音 对于他们来讲有特殊的意义 叫做船工耗子 从前的江口老街因水码头而行 来往的货船逐烂而行 五里长街上分布着数十个大大小小的码头 码头靠船千百艘船工耗子震天后 船工铿锵有力的耗子里 充满着生活的律动和豪气 也代表着这里人们充满力量的精气神 我的朱朱北北都在这儿长的 包括我从小也来长的 我的朱北 湖北包括我都是船工 我们在平时上船的时候 在船上赶火的时候 到汉基层船工耗子 看了过后精气声很大 很有力气 很有力气 而且舒服感的形式 这就是我们看了过后 坐下来都很有劲儿 船工的耗子声 见证了曾经江口镇的繁荣和昌盛 但在陆路交通兴起的时代背景下 这种声音越来越少 但从前的过河船 现在的轮渡却被保留了下来 船上熄来攘往的人们说说笑笑 有的提着鸡呀 有的拎着菜 有的骑着电瓶车 上面拖着装满货物的编织口袋 轮渡上每天满载着难来北往的人 也满载着小镇居民们的生活 在奔腾的江水中默默前行 如果说想要感受真正的小镇生活 不妨来这里坐坐轮渡 坐在这里吹吹江峰 感受一下来来往往的人们 去找到一份属于这里的惬意和悠闲 江峰徐徐而过 让人神清气爽 而后跟随着人群上岸 如果这时您感到鸡肠鹿鹿 那么小镇里有一道特色美食 就一定要去尝一尝 昔日的江口镇 现在与武阳镇一同合并为江口街道 这里是明江主要水运集在码头之一 飘汤就起源于这里 加点小鱼 加点是缩绕圆子 半绕一提了的过程 这个海郊一提了的站起 这个飘汤就很好吃 就是做这个飘汤的时候 过程当中 最好人家经常说的 很多人就是不犹豫 很好吃 成都下来人家 一般来都过来品尝飘汤 说到盆栓就啥子刷的 就要吃这个飘汤 飘汤的汤一般是用猪大骨和老母鸡熬制的 汤料熬好后 加入多种荤素食材一起煮熟 煮熟后撒上一把葱花 盛于大桃锅中 食材的滋味在好汤的精润下 慢慢地吸出浓淡香仪 汤鲜肉香白菜甜粉调滑肚条脆嫩 再配上麻辣鲜香的味蝶 这一锅美味的飘汤就这样 留住了一群群彭山人和游客们 匆忙的脚步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那世世代代生活在江边的彭山人 他们就创造了这一道看似简单的飘汤 它不像是其他川菜一样的麻辣张扬 它有更多的包容性 那就像是生活在这座小城的人们一样 更加地温和和从容淡定 众所周知 川人喜辣 川菜多以辣为主 但在彭山绝不仅仅只有这一种味道 彭山的甜皮鸭就以甜 征服了广大的好吃嘴 彭山的甜皮鸭 前身是油烫鸭 有称卤鸭子 也叫甜皮卤鸭 沿用的是清朝御膳工艺 彭山人爱吃也会吃 在彭山除了美味滋补的飘汤以外 还有一种美食是您不得不尝的 就是香酥可口的甜皮鸭 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找到了一家三代传承的甜皮鸭老店 就在我的身后了 接下来呢 就跟我们一起去尝一尝 老板来摆吃鸭子 卤过的鸭子 再一遍遍地淋上滚烫飞溅起的油 噼里啪啦作响 鸭肉香就在空气中炸裂开来 把鸭子的肉油完美地锁在了皮里 等到鸭皮发干 再将密质的糖浆 一遍遍均匀地刷在表皮 让原本咸香焦脆的鸭皮充分地吸收香甜的米汁 酱汁的味道完全进入到了鸭肉里 连骨头都是酥香的 也就是因为这些传承下来的美食 让鹏山拥有了滚滚而来的烟火气 潜露出另一种朴实的繁华 电音潜唱的谢家竹琴高亢粗广的传工耗子 这些声音仿佛还回荡在耳边 他们是鹏山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印记 他们也代表着鹏山的一段历史 老一代的鹏山人呢 在继续地坚守和传承这份印记 那新一代的鹏山人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这座不老之城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长寿鹏山 葡萄之乡 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 吃我一串葡萄还你八百长寿 鹏山的长寿老人总数高出全国水平17倍 这里面可能也少不了葡萄的功劳 从2011年开始 鹏山的葡萄在全国葡萄评比大赛中 已经先后斩获了11个金奖 被称为中国最好吃的葡萄 从不适合种葡萄到种出金字招牌 如今葡萄已成为鹏山一张响亮的新名片 七八月不早不晚刚刚好 正值葡萄的成熟季 我们也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 跟我们一起去葡萄园里尝尝鲜 言人夏日你知道鹏山哪里最热闹吗 当然是葡萄采摘园 嗯 没错了 我们现在就在整个园区里面 空气当中呢 弥漫到的是满满的葡萄酸酸甜甜的味道 那么在这里头你知道有多少种不同的品种吗 你能想到的这里应有尽有 哦 是的 这里的品种非常的齐全 更重要来讲的话 它里头有一个甜过初恋的一个品种 你知道叫什么吗 阳光玫瑰 嗯 那现在我们就去尝尝初恋的味道 当牙齿轻轻地磕开表皮 清甜的汁水从紧实的果肉中绽放出来 一瞬间呀 味蕾里都是带着玫瑰气息的香甜味道 让人回味无穷 走在葡萄长廊里 头顶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葡萄 空气中散发着诱人的果香 阳光透过葡萄叶斑驳的光影打在葡萄上 让葡萄看上去更加的垂涎与低 拎起篮子 手握剪刀 看中哪一串直接下手 阳光玫瑰 下黑 美人纸等等应有尽有 在观音镇果园村 有将近四十余种的葡萄品种 一定能够满足您不同的甜蜜需求 告别了葡萄园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 跟您印象中的棚山全然不同 这里是位于棚山区锦江乡 中拔农业科技园 走到这里呢 您看到的就是一幢幢五颜六色的 法式风情建筑 脚下踩到的是石子鹿 耳边听到的是法国古典的音乐 走在这里呢 仿佛是置身于浪漫的法式风情的街头 那提到法国除了浪漫以外的话 就是红酒了 而我们的棚山呢 最出名的产业也是葡萄产业 在这里呢 你能够吃到最新鲜的葡萄 那前面呢 我们的前方就有到一个 充满着葡萄香气的红酒体验馆 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 有人说葡萄酒是历史的延续 是感情的寄托 是生活的品味 既能代表着过去 更象征着未来 葡萄酒层次分明 妩媚迷人 慢针小酌 方能 体味奇妙 假如我有一家葡萄酒馆 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想应该就是眼前这个样子吧 约上三五好友 选上一瓶心仪的酒 谈天说地 分享心事 在这儿 度过一个悠闲 惬意的下午 哈喽 哈喽 你好 欢迎来到 维尼宫酒馆 您好 我想问一下 这边除了这个红酒在销售以外的话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装品体验 哦 就在那个区域是吧 对 要不您带我体验一下 好可以 这边的也不仅仅是葡萄酒本身 是帮您去了解葡萄酒的文化 选评 罐装 压塞 速封 简单的几个步骤 却能还原法式红酒的灌装过程 在这里 您不再只是单纯的顾客 而是真正的参与者 最后一步贴上酒标之后呢 这一瓶红酒就是真正属于 我们美丽乡村栏目组的专属红酒了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说也心动的话 不妨来到这里去做一场 灌装红酒的体验 带回家一瓶属于自己的专属红酒 那其实来彭山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体验到的是一些葡萄采摘 包括吃到一些最印记忆的 时下最新鲜的这个葡萄 同时呢 你也可以来到中法农业科技园里头 找到我们这个酒庄 然后体验一下真正的这个 法式红酒的一个灌装过程 带回家一瓶属于自己的专属的 这个红酒 那同样呢 在吃了玩了的同时呢 带回家一份属于夏日的甜蜜味道 非常非常的满足 那这个呢 我就抱回家了 夏天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季节 万物在夏日肆意地释放生机 在这里呀 有一片柳叶马鞭草 构成的紫色童话王国 远远望去 仿佛是坠入了梦幻的世界 马鞭草的花鱼是期盼 它们在随处可见的地方 欢快地生长着 在夏天的阳光下绽放着 让浪漫存在于美一丝的空气当中 在这片紫色的镜头 竟然还藏着一座白色教堂 教堂由纵向的线条和横向的线条 组合而成 纯粹的白色与光影自由交织 营造了圣洁纯粹的建筑美感 若隐若现又为它的浪漫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现在呀 这里已经是新进的网红打卡地 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老城彭山也有如此年轻时尚的地方 一望无际的紫色花海 消失的教堂 法师风情小镇 在彭山让您看到了浪漫与洋气的结合 新宇宙在这边交融的恰如其分 新的产业 传统文化 在这里都得到了新的生机 这才是彭山不老的秘密 彭山的不老是整座城的与时俱进 阳光积极 大气包容的性格 乐观向上的精神 让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都彰显着强劲的生命力 不过彭山的神秘魅力不老传说 还需要身处实处 才能真正有所体会 所以不妨挑个周末 向着这块神秘的宝地出发吧 走进美丽乡村体验诗远方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